美国最大的护卫人寿保险公司纽约人寿日前宣布预期在2018年 以及向有资格的参与性保单的持有人分派创公司历史记录的17.8亿元的红利 这个将会是纽约人寿连续第164年为保单持有人支付红利 尽管遇到连年的低利率 纽约人寿所分派的红利自2012年来仍然增长了36% 根据介绍纽约人寿是唯一一家在此期间每年都增加分洪的大型互惠人寿保险公司 在日前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 多位纽约人寿的官员和经纪人都总结了去年的成果 以及展望在2018年能够再创佳季 我们的整个公司大概有13000多个业务代表 其中华一市场的经理和业务代表大概有1000人 但在公司大概不到7%这个比例 但是我们华一市场的经济在过去一年里头生产出来的业绩 是占整个公司的12% 就是说7%的经纪人生产出了12.5%的业绩 那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亮丽的业绩 我们相当相当开心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经济环境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还能有这么稳健的营运 那也在此展现我们对华人社区的承诺 那在这里也跟各位拜个早年 新春愉快 狗年行大运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客人在桑贵茨河里的支持 我们也想要认为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也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客人 对我们公司信任 对我们产品的信任 同时也感谢我们团队的同事 用专业的精神服务于我们的华人社区 在这里再次祝大家 新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过去也非常谢谢大家 关照我们 因为纽约人寿是传家之宝 大家都很爱 我们也希望说 今年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 纽约人寿2017年的分红发布 延续了2016年的丰硕成果 2016年纽约人寿公布了创纪录的保险 及年金销售 所支付的红利及福利超过了100亿美元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